在這個影片當中我們來跟大家聊聊對數的定義 那在聊之前呢 我們先來熟悉一下我們最常見的這個指數的運算 譬如說呢 我們知道4的平方是16 這是我們所熟悉的 我們也知道呢 4如果是1 2次方的話 那麼呢 我們知道就等於是 更號4 OK 然後呢 是等於多少 是等於2 OK 那我們也知道呢 如果今天呢 是4的這個-1次方的時候呢 那我們知道呢 是等於4分之1 那同樣的呢 如果今天呢 有一個數是4的不知道幾次方 會等於3的的話 4的x次方等於3的時候 這個x呢 其實也是存在的 而對數呢 這個log 因為是4個 了解的 在表達的意思是什麼呢 其實它就是要顯示出我們指數當中啊 這個上面東西我們稱作指數嘛 對不對 然後呢,我們會說這是一個以4為底 這個是底數,這個是指數 然後最後算出來的呢,這個16 那所謂的對數呢,其實就是想要想辦法 透過4跟16呢,去找到這個2 好,所以呢,我們來看一下這個log怎麼寫 log呢,它會是這樣子的 也就是說如果我是以4為底 最後呢,我取出來的數是16的時候 那麼到底原本我的指數是多少呢 那我的指數就是2 OK,這個呢,這兩個意思是完全同意的 只是這是用指數的寫法表達 這個是用對數的寫法表達 也就是說呢,當我以4為底的時候 然後,請問16的對數是多少 這邊在求出來的這個東西 就是什麼 4的幾次方會等於16的意思 OK 好,那同樣的呢,如果今天我在這一個式子 我要怎麼來描寫呢 也是一樣,當我是以4為底的時候 最後,最後我算出來的東西如果是2 然後呢,答案也是一樣 4的幾次方是4分之1 那那個對數,那那個對數算出來就是-1 好,最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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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這個就有趣了 這個東西呢,我要怎麼樣表示x呢 因為x就是這個指數的這個算式上面的這個指數 而按照剛剛上面的寫法的話 就是當我以4為底的時候 4的幾次方是3呢 那我就可以寫出x 所以原本我們沒有辦法直接寫出x等於多少 但是現在當我們引進了對數這個符號 log這個符號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x寫成log4的3 OK,所以呢,什麼叫做對數的定義 當我們呢,b是等於這個a的x次方的時候 而且我們要先強調呢 a跟b都要是大於0 ab都大於0 而且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點 a不可以等於1 因為1的不管是幾次方呢 都還是1 在這樣的b等於a的x次方的時候 反過來說呢 我們的這個log以a為底的b的對數呢 是多少就是x 這個就是對數的定義 這個非常非常的重要 這兩件事情是一模一樣的 b等於a的x次方 或者是a的x次方等於b的時候 那麼我現在不知道x是多少 我對這個指數很好奇 我要怎麼描述這個指數呢 就是以a為底b的對數是多少 所以這邊這個東西它有一個中文的讀法 就是以a為底 以a為底數的時候 然後b的對數 以a為底時b的對數 b的對數 好 等於多少 好 等於多少 好 算出來呢 其實就是a的幾次方會等於b 我們再一次的把整個log a的b呢 再講清楚一次 這個a呢我們稱作是底數 a我們稱作是底數 然後b呢我們稱作是真數 b我們稱作是真數 那請記得底數的限制是什麼 底數的限制是底數要大於0 而且底數不可以等於1 真數的限制呢 真數也是要大於0 可是最後這個loga的b呢 這一個所謂的以a為底時b的對數 這個對數啊 它可以算出來的值呢 就會是任意時數 為什麼呢它會算出來只是任意時數 原因很簡單 因為當我們在寫這個loga的b 如果它是等於x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是在寫a的x四方等於b嘛 那我們的x是不是放任意時數都可以呢 對啊 只要a大於0 而且a不等於1的時候 x可以放任意時數 所以呢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取出這個對數的時候 它是一個任意時數 好 那最後我們再舉幾個簡單的例子 如果今天我問你 這個5的y次方會等於7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表示出這個y呢 也是一樣 就是你只要把5當作底數 7當作真數 那麼就可以表達出來是log OK 以5為底 然後呢 7的對數是多少 這一個就是y了 所以你可以練習看看 怎麼樣去寫出這個對數 那以上就是這個對數的定義 有很多才會讓我去看 就算是 沒有任意